美国最近天灾不断 EAN预风才重创了美国南方 留下了惨重的灾情 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在4号又出现了极端天气 沙尘暴铺天盖地而来 冰雹从天而降 而龙卷风席卷 强风吹倒电线杆 不但引发了火灾 还造成了大停电 上百航班引误或者是取消 路空交通打乱 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沙尘暴来袭 整座城市完全被滚滚的黄沙覆盖 凯车上路几乎看不见前方的道路 沙尘暴铺天盖地 能见度趋近于零 原本飞往凤凰城的班机 最后只好改降徒森市 部分地区也下起了冰雹 仿佛就像是世界末日来临 在强风的横扫之下 交通高速牌直接被撂倒 躺在路旁边 还有电线杆拦腰折断 意外在社区引发火灾 靠近大峡谷的社区 更是遭到龙卷风侵袭 大树连根拔起 明镇的屋顶也都被掀掉 各种天灾同时发生 各地满目疮痍 亚利桑那州去佛州之后 也成了另一个重灾区 全域里边也